名字的由来 小豆豆真正的名字叫彻子 为什么要取这么个名字呢 原来小豆豆出生之前 他的亲戚们还有爸爸妈妈的朋友们 都一口同声地说 一定是个男孩子 爸爸妈妈是第一次有孩子 非常相信他们的话 于是给孩子取名为彻 可生下来一看却是一个女孩 名字都取好了 爸爸妈妈不免有点为难 但两个人都很喜欢彻子 不想放弃 于是他们立刻决定 在后面加上一个子字 这样就成了彻子 小豆豆小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叫他小桃桃 不过小豆豆本人却不这么认为 每当有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呢 小豆豆总是回答 小豆豆 这不光是因为小孩子兔子不轻 还有一个原因是小孩子知道的词语不多 会把别人说的话 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听 比如小豆豆小时候的玩伴 一个小男孩 非得把肥皂炮叫肥叫炮 还有一个小女孩总是把护士叫成副士 就像这样 小豆豆每次听到人家叫他 小桃桃 小桃桃 小豆豆总是以为人家叫的是小豆豆小豆豆 甚至他连小字也以为是自己的名字 只有爸爸例外 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称小豆豆为豆豆柱 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豆豆柱 反正只有爸爸一个人这么叫 比如 豆豆柱 帮爸爸捉玫瑰花上的橡皮虫好不好 结果 直到小豆豆上了小学 除了爸爸和牧羊犬洛基之外 所有的人都叫他小豆豆 小豆豆在笔记本上写上了小桃桃 但是他仍然以为那就是别人口中叫的小豆豆